有句话说,事实动名皆学问,人情恋达及文章,在我们的生活中,为人处事是永远也无法避开的话题,想要在人与人之间找到自己最舒适的位置,一定要懂得这几大定律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远离低质量的圈子。在所有事物里面,人际关系是最耗费我们的时间和心力的,一些人能带给我们爱和陪伴,一些人能带来社会资源,关系就像一张蜘蛛网,给了我们安全的港湾,同时也可能是人生的束缚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以为朋友越多越好,于是拼命挤进各种圈子,费力留住每一个人,但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明白,无效的社交太耗费心力,人生能得三两好友便足矣。 我们这一生,无法选择遇见什么样的人,却能决定和什么样的人相处,不舒服的关系,该断则断,低质量的圈子。 当离则离,真正值得付出的关系,不需要你卑微讨好,因为在时间的见证下,同频的人终究会相聚到一起。 经过时间淬炼的关系,往往比刻意雕琢的情意更温暖,更可靠,真正成熟的人。 不会追求朋友的数量,而是真心实意地珍惜对自己好的至交,筛选自己的圈子,与有情有义的人同行,余生方能过得舒心,活得踏实。 多下笨功夫 左宗棠曾这样教育子女,读书应该脚踏实地,扎实认真,实得一行即兴一字,为人亦是如此,由此可见,一个人最可贵之处,就是懂得下笨功夫,啃下苦工者。 更易造就真功夫。 战国时期,在赵国邯郸,有位年轻人叫纪昌,他痴迷剑术,立志想成为天下第一神射手,于是,他找到当时闻命于天下的神射手飞魏。 拜师学艺,可飞魏并不愿意收他为徒。 他表示,射箭之人,需要目不转睛的眼力,而你如今并不能做到这个地步,还是回去好好练练吧,等达到这个标准后,再来找我。 纪昌回家后,他天天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织布机的锥刺看,眼睛一眨也不眨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两年后,纪昌成功练就了睁眼睡觉的本领,当他再次去找飞魏求学时,飞魏表示,等到他能是小为大,把眼中的狮子看成和马一样大的时候,再来拜师。 于是,纪昌抓了一只狮子,用头发把他拴在窗外。 每天注视他,三年后,纪昌终于掌握了入微的窍门,此时的他,已经能一箭射中狮子中心。 飞魏听闻后,欣慰地说,你已经出师了,神剑手的荣誉实至名归,纪昌用五年的生耕,开辟出了一条成功之路。 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,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,诀窍无他,都是能人,啃下笨功夫,越是成功之人,越是懂得世上无洁净的道理,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,所有的成功都是慢慢熬出来的。 任何事情都需要沉淀,才能厚积勃发,游刃有余。 千丈高楼是由一转一瓦堆砌而成,汪洋大海是由一点一滴汇聚而成,脚下的路也是靠一步步走出来的,所有的光芒万丈背后都暗藏着你扎实的笨功夫,当你脚踏实地,稳重求劲,终将拥有量变到质变的力量。 静看丑态,保持清醒。 三国时期的文学家鸡康,年轻的时候,是魏国的钟散大夫,魏国的大权被司马家族夺取之后,他坚持隐退,不再过问官场之事。 警员四年,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兄长吕迅欺辱,导致家庭矛盾不断,吕迅恶人先告状。 数落吕安的种种不适,鸡康站出来,为吕安说话,因此得罪了司马昭,被打入囚牢。 行星前,鸡康面色不改,弹奏广陵伞,说,以后,没有人可以学习这首曲子了,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,鸡康没有畏惧,也没有为自己辩解,有道士,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 经过若干年之后,鸡康的才学,吕迅的恶性,司马迦的真心,都一览无余了,功过是非,没有人说得清,但是鸡康的气度,获得了我们的点赞。 把别人的丑态看透,但是不被别人的丑态污染自己的眼睛和精神。 引导自己的言行,这就是真正的高冷。 做人,最难得的,不是对丑态置之不理,而是置身室内,还能有跳出圈子看圈子的智慧,即便有一盆脏水泼到身上,也能抖落,笑着说话。 万事不逞强 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,一个人既有擅长的方面,也自然有不擅长的方面,这是很正常的,一个人能够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短板,是一份智慧,承认自己的短板,不是来让自己自卑的,而是对现实的证实。 一个人,唯有正视现实,才能做出最为正确的判断。 罔顾现实,自欺欺人,受到伤害的,只能是自己,有的人,明明自己没有那个能力,却喜欢逞强,结果,令自己吃了大亏。 一个人,能够示弱,并不是真的弱,而是对于自己短板的躲避,一个人,不愿承认自己的短板,去逞强,也不是真的强,而是不愿意直面现实,真正厉害的人,敢于示弱。 刘邦说,付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无不如子房,镇国家,扶百姓,给良想,不绝良道,无不如萧何,连百万之君,战必胜,攻必取,无不如韩信,刘邦大方地承认自己的不足。 让有能力的人,帮助自己,发挥自己的特长,所以才成就了最终的工业,如果刘邦逞强,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,又何来最后的胜利呢? 在《军事联盟》中,司马懿说,与愚蠢硬碰硬,拼个头破血流,岂不更蠢?人这一生,难免与愚蠢为伍,要学会向他低头。 一个人,越聪明,就越是懂得,有时候,低头并不是懦弱,而是一份智慧,有的人,本就是满身的负能量与偏激的情绪,你若与其纠缠不休,到最后,对错分不清楚,却浪费了自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,甚至还会令自己受到伤害。 真正的勇气,不是一味的勇往直前,而是首先要学会权衡利弊,只有值得的事情,才有勇往直前的必要。 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,与人争论不休,甚至大打出手,这不是勇敢,而是不明智的表现。 一个人,能够用自己的理性,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才是真正的强大。 一个人,如果太过懦弱,处处退让,则难以成事。 反之,一个人如果太过刚强,不知退让,不知害怕,则更是危险的,只有灵活处事,既能够抬得起头,也能够弯得下腰,才是真正的成熟。 逢人只说三分话。 中国人喜欢逢人只说三分话。 而且,这三分还是不太重要的部分,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狡猾,而是谨慎考虑的结果。 特别是在多元化社会,什么都没有定论,个人有个人的看法,在西方可能是愈辨愈明的真理,我们则往往是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不说还好,愈说愈糊涂。 之所以这样,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比较丰富,同时脑筋也比较复杂。 同样一句话,让三个人听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效果,同样一件事由五个人来分析,也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结果,说话流于地,才不会誓言害了自己。 不必说的不说,不该说的不说,人不对不说,地点不对也不说,时未到,暂时不说,时已过,不说也罢。 逢人只说三分话,是为了测试对方的反应,用这三分话来观察人,时,地,是不是合适。 如果合适,就是无不可对人言,如果不合适,就必须奉行沉默是今。 说话要自留余地,慎防逼死自己,这是任何人在与他人沟通的时候,都应该遵守的法则。 把逢人只说三分话,和事无不可对人言,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想,当作与人沟通的上下线。 在许可的范围内,寻找合理点,自然不会逼死自己。 与人相处,有分寸感。 生活中,我们常常会以我是为你好,而忘记分寸,肆意介入他人的生活,对他人提出各种建议,而忘记了每个人身处的环境不同,你给予的建议未必是别人想要的。 在电视剧《知否》中,顾廷伟是顾廷叶同夫一母的弟弟,他只想要家庭和睦,谋一份好差事,家庭和睦的生活,但是他的母亲秦大娘子,却总是希望他能够代替哥哥顾廷叶,承袭爵位,以我是为你好为由。 不断给他施加压力,灌输必须席绝的思想。 最终造成兄弟不睦,母子也不断争吵,吵散了亲情,生活得反而不开心,有句话说,世界上只有两件事,别人的事和我的事,无论亲情友情,做好自己的事,不给别人添麻烦。 别人的事,不要过多干预,关键时刻,随叫随到,不远不近,不愉悦本分,这种分寸刚刚好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